再看这一段叫汉奸市长温世珍老牌的亲日派 我们看看啊 温世珍自佩山天津疑心辅人 天津疑心辅人 说到这儿大家想想有一个人啊 温家宝 温家宝也是天津的疑心辅人 啊 然后他们也都姓温 是吧 那么到底有没有亲属关系呢 是吧 反正一笔写不出俩温字来啊 有可能他们有某种的亲属关系 反正温家宝这个刚上台的时候吧 03年第一次这个全国两会的记者招待会 他说他们家是书香门第 好像说他祖父或者他父亲小学校长之类的啊 这个出身于士患 士患啊 就是官患啊 官患人家 士也是当官吗 出士吗 啊 兼大地主家庭 啊 那个年代啊 你在城里做官 你也可以同时在农村拥有土地啊 不是像毛泽东时代 要不然你是城里人啊 你吃商品粮 要不然你是农村户口啊 你只能是在农村给你控制在土地上 城里人农村二选一 在这个1949之前 你可以同时拥有啊 城里人的身份啊 住在城里 同时你也在农村有土地 原来我们家就是 原来我们家在农村就有土地 上百亩的土地啊 不是大地主 也是小地主 他在北洋学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 曾留学英国深造 回国后一次在军舰见习操作时 从旗杆上摔下成了拐子 拐子就是瘸子啊 就是瘸子 1908年以后 先后任过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小幕僚兼翻译 以及两江总督衙门洋务专案 洋务文案 江苏铁道总管等职 1919年随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和会 温世珍